各位介绍一下今天现场 请到的法律援助专家 陈旭律师 欢迎您 即将出场的这一位 说实话 我刚才在化妆间里 看到过她的影子 心里边一种酸酸的感觉 掌声有请第一位女嘉宾 你好 你好 王老师好 你好 月妈妈对吗 宝宝多大了 九个月了 还有一个月出生了 九个月了 对 那也就是说 你即将 就要看到一个小宝宝的降生了 对 这肚子真远 每天动吧 对 我们这里来过很多孕妇 但一般他们都是怀孕五六个月 所以你今天来 我觉得我们首先要注意安全 好不好 你先请坐 多大年龄 二十三了 刚二十三岁啊 对 那要孩子要得真够早的 当时不想要来着 可是没有办法 你今天来到这里 希望我们怎么帮助你 你遇到什么难事了 就是在我怀孕八个月的时候 发现我老公出轨了 对 那也就是说 其实 从八个月到现在 这一个月的时间 你过得非常痛苦 对 而且怀孕八个月 即使你想 不要这个孩子也不可能了 对 再说已经有八个月的时间了 你跟他有了深刻的感情 对 对吗 对 现在你老公在哪里 不知道 他已经搬出家了吗 对 你同意他要怀孕吗 不同意 也就是说现在你一个人 在度过孕期的生活 一直都是一个人 其实 那 那你怀孕前几个月 他也不陪你吗 没有人管我了 然后从两个月前 我就一直 就我一直 一直在我父母那生活 然后两个月前 我母亲也住院了 然后做了一个大手术 就一直都是吃饭呀 洗衣服呀 连做检查 都是我自己去的 可懒了 睡懒件 什么活都不干 你也从来没对他 有个要求对吗 有也没有用 他总是说他忙 什么的 也就是说 这段爱情似乎并不稳固 还好 我觉得以前都挺好的 我们就不乐意 这丫头非乐意 就是从最近 他找了这个工作吧 然后他就老说他出差 也就是说之前感情挺好的 我觉得以前的感情好 是装出来的 是他装出来 你们谈恋爱多久 三年多吧 那也就是说不到二十岁 你就认识他了 我是在零九年认识他的 你是八几年出生的 我是九零的 你是九零后啊 九零年的孩子 在二零零九年 你十九岁那一年 认识了一个男孩 对 你们是哪年结婚的 一二年的十一月份 一二年 那也就是结婚不到一年 对 也就是说你新婚燕耳 然后有了宝宝 本来是特别幸福的双喜临门 但是你却遭遇了世界上最不幸的事 对 你觉得他是装了三年呢 还是装了两年呢 还是装了一年呢 还是装了一会儿 我一直没有认为说他是装的 但是他跟我说了这么一句话 他说 以前也跟这女的好 结了婚之后也跟这女的好 所以我就觉得 他一直都是在装的 他们家人都是装的 我觉得他是在气你吧 专门 是 我们是冷静下来谈的这个事情 这个孩子 是你们准备好要的吗 不是 是意外怀孕的 对 当时他想要孩子吗 我当时不想要这个孩子 因为我 我已经把我人生规划好了 我说我生个属猴的 然后可是怀孕了 然后我说我不要这孩子 他不同意 他说他有权 决定这孩子出不出生 他想要这孩子 但是他现在说了 这孩子不是他的 他说这孩子不是他的 对 他说了这孩子不是他的 他凭什么这样说 他说的理由就是说 在我结婚之前 有一天晚上没回家 其实根本就没有这么回事 老上班上班晚上回来 我发现他这个问题的 第二天他还说这么一句话 他说孩子出生了 他就抱走 结果没过两天 他就回我们家 他就跟我说 这孩子不是他的 当着我父母 和他父母的面说的 那你他可以做羊水检测啊 现在DNA很简单啊 是我 我当时我是想 我生下来孩子 跟他去做DNA是吧 可是我现在决定 我不会去做这个DNA 为什么 孩子是谁的 谁心里明白是吧 我觉得去做DNA 侮辱了我 也侮辱了肚子里的孩子 不是他为什么会这样说呢 他是想逃脱责任对吗 不知道他为什么这么说 也有可能背后有人指使他 或者是 指点他 带眼号的 对 背后有人给他出主意 如果在婚姻案件中 这一男的就说 这孩子就不是我的 这个法院会支持吗 那如果你没有证据 空口这么说 当然不能支持 那法院会 会调他去查DNA吗 因为是这样的 这个婚姻法司法解释三 有一个规定 就如果说 男女双方有一方 不承认这个孩子 是他的孩子 没有其他证据的话 那咱另当别论 但如果有证据 另一方去拒绝做DNA 那可以支持这个 男方的或者一方的这个诉求 反过来就不行 可是我觉得一个男人 如果就张嘴就说 这孩子不是我的 现在看来 他也没有什么证据 对不对 那他就这样说的话 他可以逃脱他的养育责任吗 陈女士 那反过来不 反过来我们要求做 因为刚才这个孩子说 说不做DNA 谁的孩子谁知道 这个事这样 现在你在情绪化当中 来表达某种意见的时候 我们认为是不理性的 因为这个孩子 你现在看来是一定要生了 那么现在这个孩子的父亲 他是有法律责任的 我要跟大家 借此机会说一个观点 他刚才说了 说男方说 女方没有权力处置肚子里的孩子 这话说的不对 因为我们婚姻法司法解释当中 也有规定 当然夫妻之间生育孩子 是双方的权利 但是真正最后能做主的是谁 是女方 是妈妈 对吧 咱们去看那法律有规定的 我现在最生气的是什么呢 就是姑娘 你确认 这个孩子绝对是她的 对不对 确认 因为如果你不确认 我相信你不敢来到这里的 对 对不对 所以她这样说 我觉得这太气人了 妈妈 这不是气人 用个词叫无耻 侮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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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这你站不住脚啊 是吧 你可以做亲子检定 你的爸爸妈妈 听到这样的话了吗 听到了 他会当着你父母的面 都这么说吗 他胆够大的呀 他父母也在 他父母怎么说呀 没有说什么 没表达什么 所以我就在想 我们看到了各种各样的 要分手的这样的事情啊 今天我觉得又是一个 很特殊的事件 就一个男人 不到一年的时间里 然后他竟然说 这孩子不是我的 所以我在想啊 姑娘 你能今天坐到这里 我就觉得你很 很了不起 你一定是经过了一个 非常痛苦的心理过程吧 我觉得我实在 没有办法了 所以我想来上 上这个节目 来帮我解决这个问题 录制前一星期 我们陆续收到 多条小胡 发来的求助短信 小胡告诉我们 他现在已经怀孕八个月 却遭到丈夫的无情背叛 所有的故事 都要从八月底的 一条短信说起 一个月前发生了什么事 他总是出差 有一天出差回来 他每次出差回来 都是在那抱着手机 然后以前我看过他的手机 他会把所有的聊天记录 都删了 结果那天我打开手机 因为他一直在聊天 然后到晚上八点多 他就睡觉了 然后我捅了捅他 他没醒 我不是说有意要去看他 我就 我看着他在那聊天 我问他 我说你给谁发呢 他说没谁 因为头一天晚上 夜里十二 两点多 还有人给他发信息 是信息 不是QQ一系列的 我问他是谁 他说没谁 我就觉得不对劲 第二天又是这个情况 然后我就晚上 也不叫偷偷吧 我就把他手机拿过来看了一眼 就当时看见那个短信 就你能看见别的人 和你老公称老公或老婆 就是那种心痛 然后在短信的内容 就是上面有那个女的的名字 到现在我都想不起来 那女的叫什么 就是当时眼睛都黑了 但是我特别清楚地 看见两句话 就是 我是诚心让他看见的 他是诚心让我看见的 还说我早有心理准备 我觉得我一定要离开这个人 如果我不离开了 可能或哪天 我和孩子 可能就会被他俩算计死 也就是说那个短信里 或者那个聊天记录里 他是管你老公叫老公的 对 他说了那种特亲密的话吗 说了 比如说 他说他睡觉了 俩人还互相亲了一下 然后他还说了一句话 他给那女的发的 说我是 我越来越离不开你了 我当时又傻了 我就 但是我 说实话之前有 有这种感觉 但是不敢确认 我永远相信这件事不是真的 然后我就 我觉得我一定要离开这个地儿 太黑暗了 太可怕了 你当时就哭了吧 我当时没哭 我就拿着衣服 我挺冷静的 但是我身上就哆嗦了 就眼睛都看不清了 我就 我就拿着我的衣服 回到另外一个屋 换好衣服 晚上我就走了 然后 他发现我 他发现我起来了 然后他就上我跟前问我怎么了 他扶着我 我当时就站不住了 我拿着手机都掉地上了 然后 扶着我坐在那儿 我就跟他说 我说 我说你 真会演戏啊 我说你真能装 因为我头天晚上 头天晚上我们发信息 他还跟我说得挺好的呢 说你跟孩子要好好的怎么着的 然后 我就特别生气 我说你真会装 装了这么久 然后 我说你觉得还有挽回的余地吗 他就说没有了 他说 我决定三年之后跟你离婚 嗯 为什么呀 他的想法就是等我把孩子养大了 他再跟我离婚 他把孩子带走 他是这个意思 深夜的一条短信 让九龄后准妈妈小胡无比崩溃 之前他对丈夫一直都很信任 但是他没想到 正当他在家休养待产的时候 丈夫的心早已飞到了别的地方 我就不明白为什么 后来我就拿着我的包走了 我身上一分钱没带 他也没追你 没有 我都从小区里走了挺远挺远 特别黑嘛 还下过雨 我就走了很远很远之后 他才开车出来追着我 我当时身上一分钱也没有 我就给我朋友打了个电话 后来我朋友过了好久来了 我就坐车上问他 我问他说你和这女的好多久了 他当时跟我说 好了八个月 七个月 我问他怎么认识的 他说在微信上认识的 我问他是不是 我说你们发展到什么程度了 他说该有的都有了 就是完全承认 对 然后我说 那你觉得咱俩还有挽回的余地吗 他说没有 嗯 那我就 我就说那还有什么可谈的呀 那我就说 那就从现在开始 你过你的我过我的就得了 我就走了 然后他就一直拉着我不让我走 后来我好朋友来了 劝了大半天我们回去了 人家都会帮你们劝和 人家也不知道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然后我好朋友就问他 他跟我好朋友说 他说他和那女的以前就好 后来又 后来又一直好着 到现在也是好的 那也就是说 他娶你就是一挡键盘 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还要祸害我 我不明白 到现在我也想不通 那你觉得他跟你女友说的是真事吗 肯定是真的 那个女的还用QQ的微信夹我 还给我妈发戏戏骂我妈 这我妈死呀 还说要是死的第一个死 把我肚子里的孩子气死了 还说反正那孩子又不是我的 你老公说的 我不知道到底是谁发的 是他以我老公的名义发的信息 但是不是他的手机号 然后他还跟我说了这么一句话 反正现在是要讲证据的 手机号不是我的 那我那孩子可傻的太懵了 就你就彻底碰上了一个无赖 对 当天晚上这是 然后你第二天就回家了 对不对 我没回家 因为我妈我爸都不在家 我没有地方去 第二天的时候 下午回了他们家 因为我不能跟我母亲说 她刚做完手术经不起这样 他们家也没有人说出什么来 我就为我们家孩子这个事 你知我自己都打了自己的嘴吗 只是一直在说 让我给她个机会 其实这根本就不是我 给不给她机会的问题了 是她给不给你机会了 对 她刚开始不承认 后来我说 你回来不是就为了解决这事的吗 干嘛不承认呀 后来她才承认的 这跟她父母完全承认了 对 那她父母当时的意见是什么呀 她父母就说 让我给她一机会 谁也没说出什么来 那她父母就还是 不希望你们离婚的对不对 对 说实话 哪个父母都不希望 自己的儿女离婚 你说是吧 如果她要不怀孕 我真的希望她离婚 关键是 在这个时候 你跟你丈夫的态度是什么 这是最重要的 她的态度就是非离不可 在怀孕期间 不是男方想离就能离吧 离不了 在妇女怀孕期间和哺乳期内 一年内 生完孩子一年内 男方都不能提出离婚 法院不会看的 如果女性要提出离婚 那领当别论 嗯 其实她明白 她后来跟我说 一年之后离婚 所以她明白这个道理 那也就是说 从那天开始你去找了婆婆 事并没有解决 对 在整个过程中 你这个老公就没有一点悔改的意思吗 没有 她就没回来过 然后刚开始 我是想不要这个孩子了 我不希望我的孩子出生了 没有父亲 或者是没有母亲 没有一个完整的家 以后 如果她跟了我 或是跟了她父亲 她以后她要怪我 说为什么 我爸爸不要你了 为什么别人都有爸爸 我没有 我觉得我没法回答她 所以我觉得 与其那样 还不如让她别来呢 我当时就想不要她 嗯 可是都八个月了 没法不要这个孩子 然后我就决定 还是把她生下来 我们都特别 大吃一惊 听到这样的故事的时候 就是 就两个字 无语 就我不知道 这个女孩子 在你跟她谈恋爱的 这个过程中 你从来就没发现 没发现她是一个 不负责任的 花心的男人 从来没有 她在别人面前 和在 就在我的朋友 和同事面前 都表现得特别好 我觉得 在那会儿 一直都是我在付出 因为 我跟她好的时候 她夹着双拐 哪儿也去不了 因为她出了车祸 每次都是我去照顾她 但是我就觉得 跟这个人 既然你选择了她 你只要跟她 一直走下去 那也就是说 从恋爱的时候 就是你爱她多一点的 这会儿 所以这是一个 很大的问题 王老师 你看 一个男人 在太太怀孕的时候 他敢说 我就要跟你离婚 并且告诉你 什么你肚里的孩子 这了那了的 就说明 他根本不在意 你的丝毫感受 我觉得 二十三岁的一个女孩子 首先我觉得 你结婚结早了 太早了 我给自己选择了这样的一种生活方式 其次呢 就是当你遇到这些事的时候 你虽然说 我当时就觉得 还有没有挽回余地 问她怎么怎么样 但是在你的内心 你是多么希望 她哪怕犯了一个错误 但是她愿意回来 她心中依旧你是最重要的 你是不是曾经期待过这样 对 问过她 然后她说 我和那个女的出了事 她都着急 所以我觉得这个人太不负责任了 自从小胡发现了短信后 小胡的丈夫对小胡的态度 就发生了一百八十度转变 小胡找到她 想处理好两人的婚姻关系 但丈夫自事发后 就再也没有回过家 对于小胡和小胡家人的电话 也是拒绝接听 无奈之下 怀孕八个月的小胡 只好联系了丈夫的家人 你这两天跟她联系过吗 没有 你已经有多久 没跟她联系过了 我从那次之后 就没联系过她 联系过她 是因为我找不着她 我想让她 赶紧出来把这个事情解决了 我就给她哥打了个电话 然后她哥就给她打了个电话 她就打电话 反过来骂我 就那一次 之后我就再也没联系 为什么骂你啊 她说 你还想让全世界人都知道是吗 我拿大喇报广播广播得了 我说你既然干出来了 你还怕人家知道是吗 她说 那你拿大喇报广播广播 我有多么不要脸 她说我有多么的 就是 就是她让大家平命理 她是这意思 然后她说要不 她说明天咱们俩中央电视台门口见吧 嗯 那我就跟她说 我说那行吧 后来她就挂了 你觉得我们要跟她联系她 或者是什么样的态度 她肯定说她忙 然后她就把电话挂了 因为之后我父母给她打电话 我母亲给她打电话 试图联系她 就说赶紧把这事咱们解决了 也没有说指责你或者怎么的意思 因为已经没有用了 然后呢她就 我妈就 我母亲就换了个手机给她打 因为是她自己的手机她不接 然后就换了个手机给她打电话 她就为了两声 然后我妈就说你知道我是谁吗 她就给挂了 她说她信号不好 她就给挂了 前方 你好 请问是高先生吗 谁啊 你好 我是湖北游市大王小王的 那个你 你明天再打包 我正在陪众户了 在浙江了 没时间这会儿 节目录制前 编导与小湖的丈夫小高取得联系 她表示 愿意和编导诉说一下自己的想法 那么今天 丈夫能否来到现场 她是否敢于面对这段混乱的感情呢 此时此刻我们大屏幕之后有嘉宾 看看是谁 可思想要了 有嘉宾 她就来 因为大家 有些人对 有些人对 有些人 会有些人对 她因为废总 她的那个 有些人对的 她你再有些人对 听到女儿讲这一切了对吗 对 好难受吧 我们知道这件事是说 这日子简直都没法过了 家里一点笑声都没有 我心里都憋我 你说我怎么偷我女儿呢 她搞得一样什么 谁都没搁吗说我都不知道 后来领嫁来了我们也不乐意 可是到了这种地步 我不能瞒我女儿 我自己自责我 不如手术不能下手术台就死掉 我就跑了 我一切就都不用管了 可是我又看着我丈夫 我们一直就忍着 一下子就抽了十多斤的 她天天都问问我 天天都爱上叹气 她多少说我一直就陪着她 后来知道这件事 我抽了十多斤呢 给我们家人气得 真的没有办法 我们也不懂法律 好了以后 我闺女就在微博上联系上了 我是这么想啊 这位妈妈 刚才你们一上场 前面这好多姑娘都落泪了 这位爸爸 就像我们中国很多父亲一样 二十三年来 把女儿示弱掌上明珠 然后真的是拿在手里怕摔了 含在嘴里怕化了 结果找了这么一个老公 这样对待女儿 你想这一对老实巴交的父母 他们的这种状态是什么样的 在录制节目之前 我看到了一堆短信 不看这短信吧 我还真的觉着 我想跟这女孩探讨探讨 什么是爱情 我想跟她探讨一下 就说是不是你自己 也不太懂爱情 然后造成了今天的问题 但当我看到这些短信之后 我就觉得我没有任何理由 可以替这个男人说一句话 为什么 来 请把这个短信拿来我看一下 首先 这个短信我不能读 为什么太脏了 这个是我长这么大 看到最脏的脏话 这个短信是谁发给谁 是发给到谁手机上的 发到我手机上的 然后呢 说你残疾姑娘 还让我跟她怎么怎么样 我跟她四年都没怀孕 就一晚上没回家 就怀孕了 这个孩子是跟谁谁谁 折腾的吧 甚至就是这个话就说 哎呀 我就是没法说 说谁谁谁 说着说这女孩 就是一个懒货 什么跟谁都怎么怎么样 哎呦 行行 我就没法读程律师 简别说不是人说的话 对对对对 就是 您以一个律师的角度来说 您作为一个父亲 当曾经的女婿 或者说现在还是这个女婿的人 给丈母娘发来这样的短信 你看完以后什么感觉 那怎么评价她都不为过呀 所以我刚才不商量 我问了一句话 当这个女婿 当着岳父岳母说 女儿这个肚子还不是她的 这样来羞辱自己女儿的话 我刚才说了 以我的性格 或者王岛的性格 我可能当时我会控制我 我会揍她 当然我打的肯定不对 她在眼前说了几句话 陈律师 她说 说这个 反正你也没证据 我拿别人手机发的 你知道我是谁呀 她现在这个事这样 的的确确 因为现在你要如果说 就证据而言 她拿别的号码来发出来的话 你可以怀疑她 但的确你要怎么定她 一个法律上责任 的确不好定 但是我们觉得 任何事情做人做的 要靠法律来处理的话 那也品格太为低下了 我们还是要讲道德 讲做人的一般的道理 假如这个短信 是那个男人发出来的话 你会不会觉得这个人 已经失去了人的道德底线 没有人性 没有基本的廉耻价值观 由于丈夫始终没有出面 解决这件事 只是一味的拖展 眼看孩子就要出生 小胡和父母找到律师 共同起草了一份离婚协议书 这份离婚协议书的内容是什么 那个一直躲着的丈夫 认同协议书的内容吗 她要求协议离婚 我们就找了一份协议协议 然后她就瞧完那协议之后 当着我那边跟那女的打电话 商量 我不是跟那一万二十万 精神那个清晨死之辈子 然后那个跟那女的就商量 那女的说 让法院判 法院判判不了很多 她爹妈也跟起来 一句话都没演 也就是说 其实在这件事上先生 你是拿这个女婿 一点办法都没有 对 真的是一点办法 你说你打她去 如果找点人打她去 那不行 那不行 那这个绝对我们不支持 我就在想 这个 你们跟她的公共婆婆一起交流 包括这个姑娘 你看到了那么多 她们的那种留言交流 你有什么证据吗 能证明她属于过错方 因为我们给录音 有录音 对 她想我们家来过两次 我们都给她录了音了 那我们来听一下这段录音 你和婚姻 你俩人 就是这么长时间呢 是不是 说不同意 死来过去 你也知道你来考虑 我俩觉得 我有多的那什么事 哪里 你说 这女孩 比蝴蝶好得那么内容 其实 如果可能没有这个 有人 我俩可能也走到这边 其实我跟她说 你看我的检察室 这个 从怀孕到现在 检查我 没跟这怎么去过 对 说那也都无所谓 我也理解到你了 然后 那天我跟她 去游王一趟 我不管她说的气坏 或者怎么那样 直接就在门口 我撂了一句 孩子生完了 你跟你妈抱着孩子口 咋说咋了 不是 你别拿我说这句话 当结果 当结果 这种问题 现在都不是个事 你也就跟我说一句实在的话 你跟那女孩到什么程度 什么该有的 在录音中 我们可以清晰地听到 小胡的丈夫 承认在小胡之外 还有一个女友 那就说你现在打算怎么办 反正现在 席也离婚 然后如果孩子 盼着她的话 服药费有点 如果说你养到两个 你不愿意养了 或者说你给她买了之后 孩子带走 这也都可以 就说 协议离婚了这孩子 你打算怎么办 是我的 我带走 不是我的 我管她 那你那意思现在怀疑 这孩子不是你的 是吗 其实我和胡条俩在一块 可以 那一关是 咱可以做亲自监定 如果说监定好像是我的 我肯定能带我 得 那就行了 好 这样的一段录音 她承认她跟那女孩 该有的什么都有了 陈旭律师您觉得这个 可以作为证据吗 就那一句就够了吧 该有的都有了 这个如果在我们司法事件中 这基本上也算个孤证 但如果可能的话 看看还有没有其他辅助证据 因为在司法事件中 对一个婚姻案件当中的当事人 有没有过错的认定 是比较谨慎的 这样吧 来帮我试着连线一下 这位先生 因为之前我们其实打过 很多次电话 跟这女孩说的一模一样 一听是我们 第一时间就把 就给挂掉了 我们今天来试一下 喂 高先生吗 喂 请问是高先生吗 您好 您好 我是电视台的主持人王芳 我想问您两个问题可以吗 喂 能听到我说话吗 喂 你能听到我说话吗 诚心的我说 您别围围的 我们听您很清楚 诚心的我这告诉你 不用问 我打电话他就这样 都这样吧 对 我们换了一个电话 我马上给他打电话 他就会这样的 所以 这个事吧 我就得这样跟 面前的这个先生和女士说 我觉得这个男人 可以这样做这个事情 首先 我们就可以说 咱够倒霉地碰上了 这样一个不负责任的人 对不对 但是人生呢 它有 就是我们可能会碰上 各种各样的事 你的女儿今天才二十三岁 如果孩子三十五岁出生 如果问题出在了四十岁 甚至年龄更大 其实在我们生活中 这些事情并不少见 你的女儿在二十三岁的时候 就知道了她的丈夫 她当初没有听妈妈话 嫁给的丈夫 是一个很无耻的人 做了这么多 让我们正常人看来 这就是一个不配有家庭 不配有爱情的男人 对 那这样的人在二十三岁的时候 你已经对他 有一个结论了 好 那么你是不是就应该 把肚里的这个孩子 教育成一个跟他爹 不一样的人呢 对不对 所以你们现在 要调整自己的心态 要勇敢地面对未来的生活 要睁大两只眼睛 带着自己的孩子 找一个好男人 成为他的爸爸 这是你要做的事情 然后那个人 你放心 这样的人 他的生活 一定是我们不要去给他设计 他一定是有重大的那种事件 轮着他 等着他在那儿去接受 我一定要跟这个小伙子说 二十五岁 说你太重吧 怕你受不了 但是那个肚子里的孩子 是你的全世界人民都清楚 这个孩子 是你的太太 把他即将要生在这个世界上来 这样的一个记忆 对于那个孩子来讲呢 我相信 我们也会告诉妈妈 不要把那么负面的东西 告诉孩子 但是她早晚会知道的 你记住了 你的孩子一定 会有一天指着你的鼻子说 你就是这样一个爹呀 还有 这件事件中另外的那个女士 我得跟您说两句了 这事儿 您明知道人家有家庭的情况下 明知道人家怀着孕的情况下 你做了一个不光彩的角色 她为了您 能跟这位女士在怀孕期间 就出轨 就这样 她将来跟您在一起 你就不担心 她又有个新的人 你又 她又跟人新的人走了 等到你有一天怀孕的时候 她再出轨 我就觉得 你不担心吗 我们看现场很多观众啊 大家给他们出出主意 他们一家人接下来该怎么办 你好 大姐 你觉着他们这一家人该怎么办 跟这个男的断绝关系 这个男的太可恨了 赶紧跟他断了 这事儿听着生气吗 真是太生气了 作为他们一家人来说呢 我觉得就是怎么说呢 那个面对现实 这个姑娘呢还年轻 是吧 今后还有自己很长的路要走 那么我觉得呢 就是希望她在今后 首先把这个孩子生下来 完了呢 把这个孩子好好的抚养好 给她抚养出一个好的品质来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比较重要的 你告诉我 你接下来打算怎么办 就是挑战孩子自己的心态 然后把宝宝健康地生出来 非常好 从现在开始 我们全力为肚里的这个孩子考虑 具体关于离婚的事儿 我会让陈旭律师给您出点主意 好不好 好 你能不能告诉我 你有没有快乐的能力 有 你能告诉我 假如只有你一个人的话 你能把他带大吗 能 能让他幸福吗 可以 这位先生 您记住我说的一句话 好人呀 都会有好报的 陈律师 帮他们出一下主意 好不好 节目录之后 陈旭律师陪同小胡一家 来到第二观察室 从法律的角度 重新梳理了整个事件 并帮他们想出了最佳的解决方案 在此 陈旭律师给出忠告 婚姻是神圣的 是要受到法律和道德的双重约束 一旦做出违背底线的行为 不仅会受到道德的谴责 更将受到法律的严惩 节目录制几天后 我们收到小胡发来的短信 他告诉我们 他的心情好多了 一家人正在等着新生命的到来 忠心祝福他们一家人 幸福快乐